健康 科普 动漫 路德里克 阴道炎就是发生在阴道粘膜的炎症 我国每年约有五百至一千万女性患上阴道炎 其中二十至四十岁女性多见 更难以战情的是 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的女性 一生中都有过阴道炎的体验 别小看阴道炎 它只有可能导致不孕的 不仅如此 它还可能烧上盆腔炎 子宫内膜炎 一起来虐你哦 用了药就好点 药一停立马养给你看 一复发是阴道炎的一大特点 当然这种病都不敢去医院看 生怕病人知道 还以为我在外面乱来 不敢去医院 自己找偏方 心疼姐妹们三秒 在这里 陈路军想强调两点 第一 得阴道炎并不丢人 几乎是个女人都会得 连一点也不特殊 第二 得了阴道炎 只要去正规医院 系统治疗完全能治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